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孝这些心里 他们心里非常不舒服 非常难过 如果是大逆不道 我想这些祖先 对这个后世的儿孙 一定也有惩罚的措施 据中国古代 对于祭祀祖先 是列在第一个地条 你们多一礼 多礼祭 头一篇就是祭礼 祭礼也称为吉礼 吉祥的吉 这是孝道啊 这是人伦的根本啊 如果人对于祖先都忘掉了 用亲慢之心的 这个社会 就有了问题 而且会有严重的问题 今天大家只知道 社会动乱 灾难平凡 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不知道他怎么来的 儿女为什么不听父母 学生为什么不听老师 这个根呢 就是亲慢心灵 第二句 唯一逆上命啊 这是现代的话讲啊 不服从领导 在社会上 被领导 不服从领导 儿女不服从父母 学生不服从司长 员工不服从老板 这个社会像什么社会 古人讲乱臣贼子 乱臣贼子从来来的 就从这个地方来的 为什么下不能服从上 中国言语所谓的 上梁不振下梁外 居上位有上位之道 你能够明其道 行其德 哪有在下不服从的道理 这是所谓的义德服人 可是现在 道没有人讲了 德也没有人行了 天下大乱 我们要知道 今天整个社会动乱的 干预员在哪里 实在讲是 富不富 子不子 家不家 过不过 今天是处于这么一个时代 上能够行其道 下一定能够尽之一里 可是今天 明道 行义 也实在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 真正通达的人 要有非常的耐心 整个社会群众 没有受过圣贤的教会 学佛的人虽然多 只知道念经 只知道祈福 对于经论的大道 也不明了 面对当前的社会 明文立养 无欲留成 在诱惑 这个诱惑的力量 比起过去 增加千百倍都不止 什么人 能够不受诱惑 太少太少了 大家在今天所看到 最佳的榜样 许哲居四 不受诱惑 但是今天社会 像这样的人 太少太少了 古时候这种人 比利战斗所 十个人当中 就会有一两个 所以天下太平 国家大志 我们代人一成 人家代我们虚伪 我们所作所为 真实利益众生 众生对我们怀疑 对我们没有信心 我们还是要认真地去做 绝不因为外进所动 这就叫陈地 一切境界 清清楚楚 寥寥分明 这是智慧 这一生 这一生 度不了众生 也给众生 阿赖也实里面 种下金刚种子 这一生 他的语言没有成熟 他的业障 习气 太重 我们同学当中 我看得很清楚 我看得很清楚 他们听我讲金 听多了 有一些聪明人 我讲到前面 下面也讲是什么话 他都知道 毛病习气 就是改不掉 这什么原因 习气太重 所谓是习惯陈自然 少臣若天信 这两句话 古人说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